刚刚也是调整一下 准备屏幕 BP好像 分辨率有一些问题 刚刚那场 你还要再吐槽吗 除了那个 不用吧 有人WC 我很想说我也想去WC 这个 我该不该去呢 我已经开直播了 是的 应该多放一会广告的是吧 没有没有 这广告一般信大家 其实我觉得 如果放技嘉那个广告 大家会很喜闻乐见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被洗脑了吗 不是啊 技嘉那个就是烫头饭 那我这边 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一个里面 然后我记得我们只放 那个正常版的 就毫无趣 正常版的是哪个 就是那个 最老的那个是吧 新的那个吗 有两个版 对有两个版的 一个搞笑版 就鞋型版感觉 鞋型版 嗯 你挺适合当鞋型的 我一直都是啊 哦 是吗 一直鞋着 从未震过 哎 然后最近在找那个 NLB的那个比赛的视频 NLB 对对对 哦 死都找不到 Blease 拿拿金色的那场 韩国二几点三是吧 对 但是就是站在里面 类似是输掉了 是吗 输给拿金色 就在上一周 嗯 我是没有看到 因为我是网上找到一个 人家小姑娘 一个美女玩家 他自己录的一个 啊 然后 但是他老是动不动就 这边点点 那边点点 好多网页切出来 就不忍直视 我看到一半我就关掉了 然后我想去YouTube上面找视频 找不到 就发现 已经把后面几场的全都放出来了 但是就这场没有 难道CJ把这场给封掉了 嗯 他们在YouTube上面 的那个频道 应该是要给钱的吧 啊 应该不用 他和OGN不是一个频道 是吧 嗯 他们有自己的 这个 这个是 就等于说是OGN的一个 竞争公司 叫什么 知道了 Nice Nice什么Game 啊 嗯 因为OGN的频道 到处都是要给钱的 啊 对 我今天 给你点一个高清收费 对 我今天这个收费有点 不过你可以去那个 你可以去Google应用程序里面 去下一个免费 自动转码全高清 有这种东西吗 有 就是你本来只能开到480P嘛 对 然后他现在就是你自动转码 虽然开不到1080 但是可以开到720 他就自动默认转码 帮你转成的是HD的 这个可以有 那看到的效果是HD吗 是的 因为480根本就不能看啊 是的 他那个480P我觉得不是 不是那种正规的480P 他应该就是 他那个480P大概就是 只是为了达到那个大小 就是达到那个要求 大概就是240P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模糊 那这边也是进入了一个搬选 同样搬掉了 暗黑元首 卡牌 扎克 蜘蛛 刚刚没什么区别 看一下最后 第三班会搬谁 我估计他会想搬掉发疗 其实这样子 去刻意的针对 对方去搬 未必是一件好事 搬掉了虾子 虾子和瑞兹 因为双方换边 所以也是怕对方先抢了瑞兹 所以这边蓝色方是选择了一个 黄紫打野 然后主帮这边先抢了一个垂石笔住 对 蓝色方这边 这局和上一局都是可以抢垂石的 但是感觉他们对垂石这个英雄 不太重视 其实垂石真的是现在下路最强的辅助 没有质疑 前面是一个 好像要选择凯南 黄紫加凯南 其实刚刚那一场 稻草人下路组合 维鲁斯那个点就不说 但是 稻草人还不错 是吧 好 四方这里选择EZ 还是要选择一个凯南 看一下 狗头 最近比较少见了 在春季赛的时候 这个英雄还是比较热门 但是感觉那个时候 这个英雄是有诅咒的 我觉得狗头这个英雄 在春季赛的地位 就跟瑞兹在夏季赛的地位 就是很热门 每个队都会去抢 每个队都觉得这个英雄 哎挺好用的挺好用的 但是未必能够 但是胜率非常低 你知道春季赛的狗头胜率多少吗 就百分之十几左右 就是七八场里面 赢一局 然后输六七场 我觉得狗头要看你用什么方法 韩国那边不是都是 就是帮双人路速推掉外打 对 他们是打速推 如果是那样子打法的话 就是狗头在前期的一个作用 就是比较明显 是的 而且团队经济也会拉得比较开 因为狗头太大后期 你未必现在这个版本 能够打到那么后面 你知道夏季赛的瑞兹胜率多少吗 百分之二十几 就是看什么学什么未必 适合自己 对 就 而且这两个英雄都是很火的 就是场数很多 出场场数很多 但胜率低得要死 但是像 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 韩国 OGM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 像OGM不是之前有统计吗 蜘蛛的 one pick加起来不是要99% 对 而瑕疵是95%还是96 反正 是的 但是胜率两个都很高 就是你只要拿到 基本上能够确定一个胜值 就说明他抢这个是抢的有原因 而不是因为这个英雄火 是 这边蓝色方又选了一个 这个蛇女 是的 时代的眼泪 这些英雄真的都是时代的眼泪 他今天是回顾紧急是吗 因为在S1的时候 马尔扎哈是很火的 S1的时候 马尔扎哈是S1最强AP之一 那时候 强的AP有哪几个 一个是 酒桶 一个是马尔扎哈 一个是火人 现在拿出来感觉都是时代的眼泪 好 那也是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带着他们双方第二场的一个比赛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你可以用手势和语音来控制 第二频道 蔚来电视全新体验 三星智能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这里是NiU TV为你带来的三星电子VWCG南京赛区 英雄联盟项目的一个直播 MC内要进行的是我们这个半决赛 Cash对阵FIRE的一场比赛 刚刚Cash是1比0带走的对手方 但双方换变 那现在FIRE是在蓝色边 看是在紫色边 本次三星电子VWCG分赛区呢 是由三星电子冠名赞助 我们要感谢厄拉玛记家达尔优 赛德斯网易报学乐动游戏 传有火箭英雄联盟QQ飞车 逆战 圣斗之王NBA 2K Online 以及坦克世界 对本次大赛的一个大力支持 同时还要感谢的是 腾讯游戏频道 网络频道9006 对本届三星电子VWCG2013 中国区警标赛的大力支持 好看一下双方已经是出发 这边完全是阴人的位置 站了一个非常阴的位置 但是蓝色方这边一集团 是没有任何控制的 所以这种位置站了 除非对面拿脸碳草丛 否则也是没有什么机会击杀的 是但是对面其实有一个垂直的情况下 他玩一圈可以先Q一下 是这边黄子看了一下视野 视野看一下 诶这边应该是直接被看到了 对 那应该本来想 可能想要偷掉埋伏在这边 狗头打蓝buff的位置 那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是紫色方是 这边是要做一个换线 是由杰帮狗头先打一个 可能是要打蓝buff 或者是要打三郎 应该是打三郎 可能杰这边会先吃 有帐龙帮吗 对 红派 然后红打完应该会去抢对面的蓝buff 这边是直接让狗头吃掉了自己家蓝buff 好像没有 再打狗头再打自己家的蓝buff 是 而让 这边辅助 配合龙女去抢一下对面的蓝buff 这样子的话还不错 对 这个开局设计的 诶 这个黄子直接二连过来 那这样黄子 直接要交闪现 不然要死了 直接闪现 双方也是两个闪现过去 看一下中路 这边 蛇女完全现在才赶过来 是 然后狗头拿了一个蓝buff之后去TP回去 但是他只有蓝buff在下路抗压的时候 直接选择上路对拼 但是对方多一个护盾的 这个应该不错 直接W晕住还好 这个Q拉住了那再见 这样子这方面是开局又做出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 开局直接是领先了1000的经济 狗头其实有了一个蓝buff 抗压的时候他只要把冰线 把清冰 嗯 不辣 W技能用好就行了 蓝buff的狗头的话 他在线上 守线的能力是非常长的 只要主一不停地 这边龙女也是 因为击杀掉了上路的一个 凯南 所以说三个人直接抱团推上 这边上路的塔可能直接就会被推掉 看一下现在仅仅四分钟 上塔就直接被龙女推掉 而且凯南只有两级 随时这里没有闪现 所以肥林能抓到凯南 哎 龙女减速到一下 伤害非常的高 这里皇子也是过来和龙女同样的做一个配合双人路 推下 但是狗头有蓝buff的话 这个下路应该是推不掉的 四季狗头 还能用W减一下对方的攻速 这样要推下非常难的 反正这边龙女 配合垂师已经推掉了上路的二塔 现在蛇女赶到支援 但支援的话就会把中路的塔暴露出去 这里下路还想推 这波配合这炮车说不定是能推掉一点 说不定是能推掉这个卡 看一下狗头的亲密速度 因为有炮车的话 你不可能瞬间清掉 这边下台是相对应的直接被推掉 这样蓝四方还算扳回了一点军机 但是现在狗头和凯南的发育完全不能比 狗头已经有了21个补到 而且本身的等级已经到达了一个5级 而凯南仅仅只有3级 8个补到 线上真的是非常惨 这边龙女 狗头给上情侣一个减速 看一下龙女赶到了 这个能跑掉吗 直接交了个闪现 怕是没有选择继续追 这波逼退了对面的辅助 然后这次方就选择在这里进行个打小龙 看一下随时一个Q是Q到了情侣 往回E一下 EZ也是赶到一个Q 这边点燃给上好 直接最后一下 平A击杀掉情侣 诶 这里杰是倒6了 好 直接W上来一个大招 但是皇子反身联起了蛇女 这边应该是点燃死了 好 杰是点燃死了 蛇女 诶 杰极限交出了一个闪现 但是还是被蛇女的毒毒死了 所以这边狗头传送过来 也是能够击杀掉这个皇子 这边锤是一个Q 也能拿一个助攻 都是没有能拿到 其实先交一个W的话 说不定是有一个助攻的 但是这个Q Q没有Q到的话 就太伤了 这里狗头推一下中线 这波配合龙女的话 应该是能直接把中塔带掉 这样如果中塔掉了的话 在本身优势的情况下 入侵对面的野区 就会非常的强 但这波狗头没有选择推重 就是 放弃了这波冰箭 往上路再进行 这边下路 虽然比 零发育的好那么一点 但是由于没有 出太多的攻击状 补了一个女神之类 所以说线上也不太能压得住W 你在这边专门已经只有两个多蓝箭 女神之类 增加的完全是法力值 对于本身的 输出能力增加 他几乎是没有的 反而维人士有一个攻速鞋 加上一个 多蓝箭加一个长箭 这样装备稍微会比维人好一点 在线上对拼的情况下的话 上路 龙女是绕到了后方 带着一个Muff减速 但现在龙女是没有大招的 看一下狗头能不能赶到 蛇女在这里 蛇女隔墙消耗了一下 皇子直接一个闪现二连 连起了这边狗头 狗头开启一个大招 还能大招追了过来一次 直接收掉这个 狗头 看一下这边结 七级的一个结 有一点点想法 但是 现在还不太敢 上去打 这里垂师只有五级 非常上来勾一波的感觉 诶 这方抢一下蓝 龙女一个一技能 没有能抢掉这个蓝棒 这里神女一个大招 看看直接能不能走掉 没有走掉 现在还不如早点选择去换 那这样应该还是能换掉皇子 好 那么现在九分钟 这边紫色方斤 既是领先了 将近两千 人头领先三个 是 这把 龙女发育的还是挺好的 毕竟拿了皇子的衣血 这样对于他在野局 诶 这里 直接拉到了维音 但是不敢上维音 直接开启护盾 而且 在这里追看一下 随时没有大招 这里 龙女是极限看到 随时展现一个百分之一 这里 皇子虽然秒掉了随时 但是 这边是打不过的 是的 龙女现在状态不错 还能粘 人家一个展现逃生 这里 龙女感觉追不死 诶 诶 诶 解非常漂亮 隔墙一个Q加点人 是点死了VNT 这里还要追吗 是 对方的资源已经赶到了 啊 这个很可能 尼泽 hell 这...蛇女经济发育的不错,然后对方这里紫色方经济四个人头全部集中在这里的龙女身上 是的,蛇女现在经济也是挺好的,三个人头 不眼泪了吧 可能因为他中单打的是结,就稍微算是比较好打 因为蛇女这种前期输出高的打近战英雄真的很好打 但是他现在后期的能力还是很容易 害怕凸脸,蛇女唯一怕的就是真的害怕凸脸 这样后期结过来一个大招 假如你的大招没有能把结晕住,那你就被秒 就算你晕住了,你还是很有可能被秒 就这么一个状况 而且对面还有个龙女 像比如龙女直接对你一个蛇女扑过来的话 你很难做出一点应对 因为你...因为你不能直接大招这个龙女 你不能...不可能把一个大招放在浪费在一个坦克身上 你就只能硬扛着她的伤害跟她对...对... 所以蛇女其实很怕凸脸 而在这个凸脸比较强的版本 所以说蛇女就... 渐渐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诶,这里是控住了结,看一下 王子闪现,蛇女闪现个大招 还是没有大招 对,这一波 蛇女直接先被带走 狗头穿过来直接秒掉蛇女 王子追一个大招 把肚子送到好 这可以看到... 这种狗头加龙女扑脸的话 蛇女是毫无办法 而且这两个实在是太热 这边依然还在追情侣 情侣反向给了个减速 啊...还是被追死 死之前放了个大招 对,这个大招是早点放的话 肯定是能走掉的 对 虽然又是退掉了中路的一招二场 竞技直接拉开到了... 6000 是的,仅仅12分钟 已经领先了6000竞技 这个领先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先 对 对 非常大的一个领先 对方也是抓住对方 打小龍的時間 反推了一過 對 又是直接一個龍女大招交上來 看一下 龍女這時候看那個大 但是這個大 稍微大高一點 但是龍女這個傷害實在太高了 所以神女反這個大招 大招狗頭應該能收掉狗頭 啊沒有收掉 這都沒有點死 反而是自己直接被帶走 對 而且你知道剛才凱南和黃子是怎麼沒血的嗎 我看到了之後我都覺得好想替他們酷一下 就是龍女不是開個大招嗎 大招之後開了W會留下一團火嗎 然後狗頭也開了個大 龍女 呃 黃子和 就慢慢的凱南 凱南就在追他們兩個 就是龍女和狗的都沒有回過頭 然後他們就追過來 然後就一絲血了 就跟練精有區別 是的 就很像練精的感覺 就覺得這實在太寂寞了 你剛剛不只練精有區別的體驗嗎 是的 就是3v5 並且還打贏了 因為這個裝備差距實在太大了 像狗頭出一個振奮 蛇女反身打了狗頭滿滿一套 狗頭都沒有死 看到龍女過來直接往後 一過來就扯了 爸爸是嗎 是 就叫一聲爸爸然後 放過我 那可能有點難 就有點難啊 不能放過你 就最多讓你死的不那麼難看 這是台下 是 我再還你一點水 有什麼用 就讓你感覺還有一點希望 要再把這個希望慢慢扼殺掉 是吧 狗女這邊 欸 狗女這邊 欸 狗女這邊 欸 狗女這邊 為什麼會遇到這個 我最近老遇到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 啊 是不知道誰出了 裝了AP小炮的視頻吧 對 什麼樣 我忘了 我看到有一次誰出了 對 這種情況就會 是 然後就好多 很流行 然後問題是 你如果遇到一些隊友 嗯 他沒有遇到過這種 他甚至有一個小炮是AD的 然後直接把他養成 看一看 看一看 接的傷害太高了 直接秒掉了VN 幫這個二連連接兩個人 隨你這個大招還大得算不錯 請你接上一個大招 還行 但是實際上是傷害不足 看一下龍女 哇 這個龍女的AOE能力 哦 這個是TB非常便宜 直接拿到一次雙下 七個人 七零起的樣子 對 就是AP小炮 我這時候 因為我那一個 我忘記使人 就是 回了兩個人 就是 看那個 狗根主播嘛 他也玩一下 嗯 對 但是這個時間其實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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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就是 一定要在 至少要有程序 拿去頂下去 嗯 然後 所以我是 對 對 我是對面 然後 然後 WIN 我覺得我裝備已經 神裝了 就是 其實我在下路已經發育得很好 而且下路 對面 老鎖就被點的慘了 就完全 嗯 給我打的等級差了 我一直 嗯 然後我上期我想打那個小炮 直接被傳一套 一套 我就 我就回撤掉 就中路 你把他養成什麼 由AP小炮這個東西 其實一般打就是 玩這個英雄就是想打單殺的 就是單殺 而且 像中路 如果對方不知道你的技能的話 很容易被你擔心 我最早玩AP小炮的時候 覺得還不錯 後面應該是 小小虛弱過吧 小炮這個 應該是加強過 反正 加強過他的一技能 就是 以前一技能是 射程是很近 就是 就是這一點 所以他反正 包括他單殺的時候 他還有自己一個很好的考慮 對 以前一技能 以前一技能是 放出去的射程會比較近 後面是 buff了一下 就是一技能 也會跟著你的等級提升射程 就本身是 你的平A會根據你的等級提高 而提高射程嘛 嗯 現在改成一技能也會提高 所以說在後期一技能 可以丟的稍微遠一點 小小的buff了 像這種非主流 一種就是 怎麼講 就是只能打順風 就是只能打順風 確實是 就這種 他一定是要到了 等級基本上 領先 裝備也領先的情況下 就是非常無敵 而且滾雪榴起來很快 現在的話 馬上20分鐘 經濟這邊領先了15000 人頭領先16個 基本上這一場比賽 紫色方又拿掉了大龍的 現在有大龍buff 直接就可以 強行推高地 感覺 藍色方還是比較路人 對 我覺得他們中單好喜歡 失敗的意思 真的是 就是你感覺中單是 可能 S1打過 然後S2看了一下比賽 然後S3是被朋友叫回來 對 可以這裡 請就一個大招 還不錯 但是 WN現在的狀態還行 但不敢上了 這個 賣掉了凱南 是一個大招 打到一個人 這波看 看著像是所有大招都打到人 但是 傷害不行 一個人都 昨天是 S3 終於是被 shadow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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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個蛇女的出裝 如果我不知道 這是S3 我瞄眼這個英雄跟之裝 就完全是S2甚至S1的打法 你想想現在 中路AP 除了瑞姿之外 瑞姿是要瀾亮的 嗯 那蛇女其实他一套技能上来 他的蓝号也比较 几乎都见不到时光这件装备 就这件装备现在就是 大概只有两个英雄会出 一个是瑞兹 一个是死哥 就其他正常怪的 哪怕是一般的AP英雄 都不会出这种装备 这就是S2甚至S1流行的东西 是S2 让你一下子就把这些选手 就是 就摸透他的底了是吗 是 我这边感觉 他什么 走在街上然后穿个什么藤装 藤衫装的一个感觉 你瞧不起传统文化 我觉得藤装气泡蛮好看的呀 下次 上直播就靠你旗袍了 这可以哦 真的吗 对 什么时候 这 这真的可以啊 这没什么不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了 我小时候我还专门买冬天的那种糖妆你知道吗 就很厚的小妙 然后上下是 两截的下面是裙子 上面是个小背心 然后里面还可以穿一件打底的 就是那种羊绒衫 那旗袍呢 旗袍呢 旗袍我也穿过很多啊 旗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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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h 直接是带走了对手 直接是进入到我们南京赛区的一个英雄联盟项目的决赛 那同时另外一场半决赛 不知道有没有打完 也是要稍微去联系